从4月份开始全台确诊人数不断飙升 台中市日前承诺将会全额补助隔离者 入住居家检疫替代所的住宿费用 不过议员黄首达却提出质疑 越来越多的确诊者附带的是 越来越多的接触者被匡列隔离 担心奏程是否财政负担 要求台中市应该尽速根据疫情状况的变化 提出对应的积极措施 疫情不断延烧 从4月份开始全台确诊人数不断飙升 台中市日前承诺将会全额补助隔离者 入住居家检疫替代所的住宿费用 不过议员黄首达却提出质疑 市府专案报告中的补助直到6月30号 质疑市府的因应措施不足 4月开始我们本土疫情破百 光是4月本身台中就累积了46位民众 是入住防疫旅馆居家隔离 那未来只会越来越多 在这样状况下 我要请教市长 我们还有办法继续维持这样子的补助吗 我们的财政负担还支撑得了吗 我们找好裁员了吗 还是我们只是在画大饼 拿出一个口号 仍然没有办法执行 议员表示统计至4月11号中午 京卫生局匡列入住居家检疫替代 所防疫旅馆者一共有49位 以一天一人2000元隔离10天来计算 台中市在补助全额隔离费用粗估 至少花费了98万元 市府的财政真的有办法一直持续负担下去吗 官律局表示 此项补助市府匡列经费超过500万元 居家隔离者入住天数 介于2到10天不等 粗估将不超过新台币60万元 而目前两家配合居隔的替代所 收住量能充足 市府也将是疫情的需要再扩展量能 记者杨中环台中采访报道